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饼妹 发面饼能做好,活面是关键 今天就给朋友们分享一个一斤面凄凉水的软面发面饼 也叫万能发面 它能做很多的东西 可以做香煎烧饼,千层发面饼,香葱发面饼,水煎煲,馅饼,烤饼等等 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需要几个注意的方面 第一个就是面粉的选择 咱们要选择中筋粉 不要选择低筋的也不要选择高筋的 就选中筋粉就可以 还有一个是水温的掌握 水温的话冬季春季秋季的话 咱们就在40度左右就可以 在夏季很热的时候就在30度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就是发酵的时间的控制 一般的最好用的时间是 发完以后醒发20分钟以后 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使用 这个时候是最好用的 首先咱们说温度 温度不要高了 然后切记的是先倒水再倒面 这个先那个 我把那个和面的那个比例 以蚊子的方式 已经打在了咱们的视频上 大家可以收藏起来 在家里呢自己做的时候 可以照着做 不要忘了给饼妹点点关注 感谢大家啊 咱们这个整个的和面过程 就是有五分钟左右吧 也就是给它搅到没有干面为止 和面呀一定要记得啊 手光盆光面光 和出来那个面肯定要好用 里边有小豆小疙瘩呀什么的 那个应该是不好用的啊 具体的操作手法呢 就照着咱那个视频上这样操作就可以哈 一边活着呀 咱一边用那个小铲子给它铲一下 你看活好的面 基本上活好以后 就里边没有干面 这个时候就可以 找一个容器 给它刷点油 就让它醒发就可以了 醒发的那个 醒发到那个 里边那个蜂窝状 特别均匀 那个时候就可以用了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 然后可以私信我问我 感谢大家的支持哈 饼妹有时间会和大家分享 好多面食的制作 感谢大家 谢谢您的观看